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连月上师跟我们分享谈到了 其实呢在真佛秘法的修法当中呢 最重要的正形三摩地 为了要入这个三摩地呢 前行变得非常的重要 而前行当中的大礼拜 大供养 四归一 还有披甲护身 分别都有它很重要的意涵 那在这之后呢 其实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叫做发四五亮星 这个发四五亮星呢 又像诗一样的美 我们要请教上师 这个四五亮星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好的 我先将佩军师姐所说的 四五亮星像诗一样的那么美的这个四五亮星计 跟大家分享 在联生活佛所传授下来的四五亮星计里面提到 愿一切众身具足乐及乐音是词无量 愿一切众生脱离苦及苦因是悲无量 愿一切众生的愿一切众生的愿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气爱增住平等是舍无量 我们为一切众生而发的四五亮星的确像诗一样的美妙 因为我们的心非常的美 所以这个四五亮星呢在我们的心气当中呢 就成为一股非常非常美妙的心气 所以呢前行重不重要呢 前行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在前行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扫除我们的习性 不断的建立我们喜乐而美好的心气 那么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进入正行 因为正行的三摩地是我们心气不断产生安定的力量 乃至于产生空性光明力量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但是如果我们带着我们非常深重的习性 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么美好的心情呢 所以在前行的准备功夫里面 除了大礼拜大供养四归一 披脚附身之外 那么忏悔跟四五亮星就成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了 所以连生活会教导我们 我们的前行呢 是为了要帮助自己解脱 然后再帮助众生解脱 那么如何帮助自己解脱呢 帮助自己解脱 忏悔就是最重要的一环了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我们内心对我们深口意的关照 那么不能够真实的从我们内心里面 升起真诚的忏悔的话 那我们的心永远被我们的习性贪嗔痴所绑住 所以呢我们没有忏悔的力量 就不能帮助自己解脱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唯美的四五亮星的这种心气 我们又如何能够帮助众生解脱呢 这些都是在修法之间呢 非常重要的准备功夫 所以前行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连月上次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二十二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市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市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裴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想要跟上师请教一下 就是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 连月上师跟我们分享 谈到了三摩地绝对是很重要的 但是为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三摩地呢 在前行一定要做得非常好 而且上师呢 也花了两集节目的篇幅 慢慢的跟我们诉说 每一个前行里面的步骤 它所代表的意涵 以及它要对峙的是什么样的烦恼 那如果前行都做得很圆满 很细腻 也很用心的去做 然后发了四五亮星之后 很多人虽然还没有进入到三摩地 大家可能有一种很好的绝授 就觉得身心都觉得很舒畅 请问上师呢 这是一种三摩地的现象吗 这又代表什么呢 请教上师 好的 那么在这种状态里面呢 由于我们的前行慢慢的安定下来了 那么我们在四五亮星当中呢 我们也非常非常美好的 发起了这个心念 因此我们心气在这种非常安稳 非常喜乐的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修行人 会有一种觉受 叫做非常美好的一种 身心灵的觉受产生 那么这个觉受的产生呢 就称之为法瘤的灌顶 在三摩地的玄机这本书当中 连生活佛提到法瘤的灌顶 那么连生活佛说 法瘤的灌顶就好像是一只空碗 充满的牛奶 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让我们了解 我们要充满的牛奶呢 一定要是一只空碗 那么这个空呢 是表示我们念头渐渐的淡掉了 我们的一切的妄想 妄念的障碍慢慢的倒掉了 那么在这种静下来的 空了的心当中 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觉受到 这个法瘤的灌顶 所以连生活佛也教导我们 灌顶的法瘤永不枯竭 也就是说 其实呢 法瘤充满在整个宇宙当中呢 是从来没有离开的 从来没有断的 但是为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乃至于我们在修法当中 为什么没有办法 得到法瘤的灌顶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 永远充满着很多的妄念 充满着我们很多的习性跟障碍 那么充满了很多 起伏不断的念头 因此在所有的一切心念当中呢 我们没有一刻停止 所以我们就好像 虽然充满着在WiFi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连线 所以呢 三摩地在前行的训练当中 就是慢慢的训练 把我们的心安定下来 心安定下来 我们心慢慢空了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种 绝受法瘤的灌顶 那么这个法瘤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在宇宙当中 所有的佛菩萨 我们的根本上师的这个能量场 那么这个无比输胜 而且高能量场的这种能量呢 从虚空中不断的透过我们的连线 所以绵绵不断的灌顶在我们的全身 因此呢 当我们一个行者得到了法瘤的灌顶之后呢 我们全身的内在的能量是充满的 所以我们有一种所谓的法喜 充满的一个内在的觉受 其实呢 法喜充满 也就是说我们内在那一份美好光明 那种安定的能量是充满的 虽然这时候还不能真正的进入三摩地 但是我们已经慢慢的去触及到 即将要进入三摩地的这种边缘了 那么在我们能量充满的状态里面呢 我们在这种美好的觉受里面 在我把我们的心气慢慢的拉开 这是所谓的空性的一个训练了 在我们心气慢慢拉开的时候 在我们这股美好的能量 越来越充沛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我们行者的心 就会进入更加安定的状态 那么再进入更加深沉而安定的状态呢 就会进入到禅定的状态 当我们进入到禅定的状态 有了这样的体验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明白 哦 原来什么是三摩地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绝授的一个分享了 感谢连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经验 是 是 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22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再一次的感恩 是连月金刚上师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佛奖 大圆满九次立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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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